中文字幕——YK 大学某训练团 正对飞行学员进行 运八运输机的编组单飞训练 编组单飞就是两位飞行学员 将脱离开教官的保护 与领航学员 机械师 通信员五人编组 实现独立单飞 从而蜕变成为一名飞行机长 此次编组单飞的运输机 体型庞大 属于传统机械式操作 对飞行员的体力和技术要求 都非常高 是非英雄李中华说 运八是它是非生涯中 最难飞的一种机型 经过团部悉心培养 考核组层层选拔出来的五位学员 三位已训练得非常成熟 确定可以进行编组单飞 现在还有两名学员 腰五陈一文 动腰王绍森的飞行不太稳定 还在团部的考核当中 通过近两天的训练来看 总体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无教官的参与下 我都能够很顺利的 完成整个训练科目 对于编组单飞的选拔 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们五个人选四个人的时候 发挥不是很好 心里有一定的压力 就觉得能带编组单飞 或不能带编组单飞的 这个边缘排绘 学员脱离教官去单飞 需要极大的勇气去完成 心理观最难突破 团部针对每个人的飞行问题 和心理状态 给出了新的带飞方案 飞行其实飞到最后 就是飞的一个心理素质 一个优秀的飞行员 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做支撑 因为飞行它不是一帆风水的 等我判断出来点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话 它这个时机就已经过了 你要相信自己你知道吧 速度稍大 速度稍小 这个状态你都见过 还是有点不自信 编组单飞临近 机长名额未定 面临着双重压力的王绍森 在训练结束后 留下来独自研究动作流程 因为飞行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 相比我这个飞行天赋来说 是一个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我一直坚信一点 笨鸟陷飞 既然我天赋比不上别人 那我要付出200%的汗水 按照咱们的训练功能安排 今天组织大家进行 外场的特性演练 咱们主要针对放映机 模拟的故障练习 这一关键营营程序 进行动作演练 为了提高学员的心理应对能力 飞行当中会进行 特殊情况的模拟演练 而发动机故障 是运输机里边 危险系数最高 难度最大的特勤 训练开始 学员首先模拟飞机 在空中正常飞行 这个时候 教官会随机地挑选一个时机 突然加入特勤故障 一发停车 一发停车 向好发压杆登舵 保持好飞机状态 检查发动机顺奖情况 如果飞机在空中 突然出现发动机故障 学员需要在一瞬间 迅速做出反应 精准地做好每一个处置动作 如果咱们在空中 一旦飞行过后 一台发动机故障了 飞机马上 一台发动机失去的动力 然后飞机就会向 故障到一个方向开始倾斜 甚至很有可能就危机到生命安全 好 现在模拟四发故障 向好发压杆登舵 保持好状态 几位学员中 动三陈嘉旭操作最为精准 他是老教官牛中山的学员 在此次编组单飞中排名第一 其他人也都陆续完成了操作 尤其陈一文今天的表现 非常稳定出色 一发故障 登舵压杆保持好状态 关闭故障发动机 停车开关 防火开关 交出发电机 但是王绍森相比起来 就没有那么完美 好发油门 加满 检查顺奖情况 你这边啊 别着急 你看你这压杆 一下就压到位了 是不是 我们要随着飞机的状态 慢慢往回家 他对这个特勤 基本上是掌握的 但是呢 他的主要问题就存在于 有时候这个动作 有点不太到位 像别人会很容易 就是解决自己这个问题 而我这个性格的话 我现在就一直 就是卡在在某一个问题上 有时候就会很苦恼 这个东西 王绍森几次的操作都不到位 刘教官亲自为他 做了一次动作示范 保持好状态 一定要根据飞机的状态 不要突猛的 围下的把杆来到位 要把这个特勤啊 练到磕的脑子里 一会儿反复地练 他非常能吃苦 也特别爱钻研 有时候有点小叫支 其实他这对我们飞行来说 飞行是来不得半点马虎 你必须有这种叫支的精神 等躲压杆 保持好状态 给他顺奖情况 关闭停车防火 收起胶脂瘤 一整个下午 在闷热的机舱里 王绍森反复练习 最终达到了自己心中的完美 他的训练小组 也在教室里等着他回来 进行第二天的飞行规划 王绍森对明天的飞行 做了详实的规划和判断 他能言快语 以全人不是出来时的不善言辞 在飞行过程中也经常会 因为这个性格导致学飞行较慢 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格 还是需要改变一下的 一方面是在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然后和同学多交流 给自己一个压力 使自己能够达到一个突破 力求突破自我的王绍森 从不害怕困难 他甚至在飞行当中 主动要求教官为他增加难度 明天的飞行 刘教官将完全放手 由他自己操作 王绍森为此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所以既然让我弄得我出的话 你注意提前往动吧 但是当你有控制了的时候 你已经及时地说 我这个过程中我使不上手的 完全由你自己来做 好吧 李先生正好 系统准备起动发动机 启动顺序1234425号 启动一发 启动一发 都说两个干好 起来去飞 都说两个行动干好 请不启动 每天飞行学员都会进行 专门的体能训练来增强力量 运八运输机 完全靠人工拉杆和操纵 需要消耗学员极大的体力 才能平稳飞行 运八就是健身法 就是空中健身法 就是飞 运八你必须有力量 没有力量这架飞机你就飞不好 本身瘦弱的王绍森 经过不间断的练习 变得强壮了许多 如今距离编组单飞 仅剩十天时间 团部依然没有确定 最后的入选名额 王绍森与陈一文 都在全力以赴 飞行并不是每一次 都会晴空外 飞行员需要具备 不同气象条件下 都可以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按舱仓仪表训练 九五动两可以进而出 九五动两 九五动两收到 九五动两注意 鞭格按仪表保持状态 九五动两明白 暗舱仪表训练 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盲飞 机舱玻璃被完全遮盖 机长仅靠仪表数据 来模拟夜间 大雾 风沙 等恶劣天气进行飞行训练 这是除特殊情况飞行训练外 最难的课目 对学员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 都是巨大的考验 在暗舱飞行训练中 王绍森严格按照仪表数据 来保持高度和速度 将偏差控制在了最小范围 飞行得非常稳定 但是暗舱训练最关键的 并不在空中 而是飞机降落的时候 在稳定飞行了三圈仪表之后 王绍森的架次开始降落 在距离地面不到150米的时候 暗舱罩才能打开 学员必须在一瞬间 以最快最精准的动作去修正偏差 才能做到安全落地 但是今天的暗舱飞行 遇上了大侧风 降落条件更加复杂 几位学员陆续着陆完成操作 等到最后一个架次 王绍森的飞机降落时 地面风速又增强了许多 这个时候教官往往还要给学员 故意设置一些故障偏差 来考验他们的飞行技术 机舱开照 飞机在大约30秒的时间就会落地 王绍森需要在最短时间内 应对方向 高度 速度 侧风等等 所有偏差来进行修正 在距离地面不到50米时 他用尽全身力气 有的动作还是没有做到位 危急关头 坐在他身边的刘教官 最后帮助他一起完成了落地 王绍森的飞机虽然顺利滑进跑道 但是着陆状态并不稳定 有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他近期已经稳定的编组单飞之路 一时间又开始变得无法预测 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质疑 不仅是因为要选拔变种单飞 更多的是即使自己选拔 成为了变种单飞成员之后 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有一个不确定 一向刻苦努力的王绍森 在近期的训练中 本来已经飞行得非常稳定 但是今天的事物 让他不禁开始怀疑自己 在飞行天赋并不优越的条件下 仅仅靠努力是否就能做好一个飞行员 在训练过后的团部会议上 飞行大队给出了 可以进行编组单飞的名额建议 编组单飞的人选是 动八 动三 腰三和腰五 动腰王绍森 没有进入大队的编组单飞行列 面临着落选的可能 恳请团考和组 再给动腰一次机会 在这块后期 我会真正在技术缺点 进行一个专门的教训 如果动腰下次飞行 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那就直接让他从编组单飞的队伍 给淘汰出去 团长刘欣最后决定 将在编组单飞的前两天 亲自上飞机 对王绍森和陈一文 进行最后的选拔考核 如果说两名同志都达到 咱们两名同志都放 达到一个 咱放一个 一个达不到 王绍森的名额暂时得到保留 会议过后 刘教官开始对他进行 专门单读教学 小偏差用剁修 对吧 大偏差用杆修 是不是啊 你远了可以 你进了如果万一有一点偏差 他看不再出来 所以说在这块 你还是要建议仪表 告诉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你就按照现在正确的方法飞 那我之前的不是滴吗 我滴的他不是完全吗 那咱们脚往过正啊 他的有些问题 他不是完全弄明白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他必须把它磨开了 揉碎了 然后让他完全接受了以后 他才能扶了你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刘教官决定去求助自己的老教官 牛中山 室外演练场 牛教官正在和学员加训演练 牛中山是团部自立最老的飞行教官 这次编组单飞 他的两名学员 陈嘉旭和李仁勇已经确定入选 牛教官从教二十余年 培养出两百多名优秀机长 刘居杰也曾是他的学员 所以就咱们这桌子 有个事 今天这个东腰不是飞行吗 然后他自己就 这会儿老中文不错 我那讲了他有点不理解 然后一会儿呢 你看看出过时间 过去给他辅导一下 好的 咱们这退屏高度 是八到十米 随飞机前进 转移视线 待一会儿 走下线 他很多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的 像有时候 我和我教员 教员跟我讲的时候 有时候我可能比较轴 我说理解不是很透彻 所以你很年轻 一定要在以后 要多注意总结 多注意学习 我这三十多年来 从事飞行 经验是一点一滴总结出来的 牛教官一个晚上的教学 不仅让王绍森走出了 技术的弯路 而且让他们师徒二人 都放平了心态 重拾信心 距离编组单飞 还有两天时间 今天团长将对 王绍森和陈一文 进行最后的考核 决定他们二人 是否能够编组单飞 地面检查完成后 王绍森第一个上飞机 接受团长的考核 接受团长的考核 边编组单飞机 拥有楼档 站上号可以滑中 换你的板号 一号就动了 准备好前车滑出 一滑就动了 发电话信号 其实刚开始上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紧张的话 但是一旦这个飞机发动起来之后 自己就专注于飞行了 对这方面就是没有过多的考虑 起飞之后在600米高度 王绍森将进行三圈12分钟的IF仪表训练 过程中他精准地处置了各项偏差 在最考验飞行员的降落阶段 王绍森做了一个近期以来最完美的着陆曲线 后天王绍森将和搭档冲伯辉一起乘组进行编组单飞 距离编组单飞还有一天时间 夜里几位学员和他们的教官 在机场进行最后的地面准备工作 天边拂晓之时 机务部门和地面保障部队已经早早进场 做好了准备 伴随着日出 运巴编组单飞使命任务正式拉开帷幕 机长容置 有无尊两飞衣准备联好 请检查接受 检查接受 是 李拿状 车车往好 领航舱机驾驶舱玻璃 车车往好 在地面检查飞机完成后 刘教官将他们送上飞机 一定要有信息 两人不要监督好 上面 上吧 好嘞 加油 塔台上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他们的飞行 担任指挥员的飞行大队长崔欣欣 更是全程语气轻柔 他当时语气就特别柔和 就像哄小孩一样 当时我们都感觉非常地诧异 因为以前他也指挥我们 当时他指挥的时候 把语气都是比较严厉 其实就是怕学员产生一种紧张心理 如果说你在指挥过程中 你突然间一个很强硬的指挥话语出来以后 可能一下就把学员的情绪给引导坏了 塔台上人们的担忧 是因为此刻的气象条件 开始发生了变化 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对飞行非常不利 当时温度比较高 能见度就是特别差 有时候垂直的话 也基本上见不到地面 高度大概有150米之后 我大概才能见到地面 所以当时有一些慌乱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距离跑道只有一百米高度时 王绍森需要尽快修正偏差 来引导飞机降落 在没有教官指导的情况下 他需要冷静果断地 和机组进行全力配合 在王绍森的飞机即将降落时 塔台上的指挥员 会协助他判断飞机高度 来控制推平曲线 最后的落地时刻 他通过冷静的机组配合 将最后一个架次 平稳地降落到了跑道上 至此 四位飞行学员 历经一年时间的 运巴编组单飞 大获成功 解释现场 好 下来 好 下来 我也希望他们在 进入的飞行室生涯中 能够一路阳光 海过天空 走出飞行大队的这些 海军航空兵飞行员 对于天空 他们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大会 大海 大阳 大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